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King 今天就和大家看姜濤的孤獨病MV 第一次聽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按LIKE給我和訂閱這個頻道 大家知道,我剛才才知道姜濤這個人 現在希望我拍的影片 可以分享到不同的人 讓一些不認識姜濤的人 也可以透過我的影片 看到他的唱作和表演 然後留言告訴我,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歡迎大家留言,不一定是姜濤憤怒的 你有好有不好的意見,我都會接納和聽取 我自己就第一次聽 這首叫孤獨病的 姜濤的作品 作曲的林逆康 作詞在陳偉謙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天氣好 仍遂不幸 人闖雜美 沒有令我恨自豪 如下我不見人 不理人 瞞著我這刻感覺很醜 覺得傾手擁抱 太恐怖 難道遠遠下去 人間真的會了解我 很想問為何難過 很想補救 情緒亦都沒有錯 是孤獨 還是失望 還是被世界折磨 但我這首歌 是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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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裏 就想說一說 因為這首歌很灰 聽起來是 好像想說他自己的內心 是否以前肥仔 因為肥仔 令到很多人 用一些 語言暴力 中傷他 所以他很不開心 所以他有這首歌 是孤獨 很可憐 很適合 可以中傷我 抱天下病任務 送我在這邊陪你寂寞 當你在空也沒結果 走不到那心理若況 別慰望幻有我 同樣在那些陰影跌下過 拍攝技巧 團隊很專業 看上去很簡單 其實裡面很複雜的運作 而且很適合時間去做 其實是很難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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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艱深的會痛惜我 千萬不要因為這些 聽完之後 有什麼不開心就這樣跳 什麼就了結了自己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有不開心就要找人去傻 這首歌也是告訴你 千萬不要自殺 我會感激你陪我直地而遇 幻想自由地生活 其常沒興趣不可 假設我仍未夠好 你可會愛我更加多 隨便笑下去 喜歡的可以中傷我 普天之下病人無數記住你心 環有願望 當你再哭也沒結果 找不到那心理若放 別慰望環有我 抱歉 停一停 因為這裡 你看到她的表情 是很慘的 好像以前受了很多不開心 然後唱這首歌 抖發出來 繼續 抖發出來 繼續 所以你會讓她感染到 你會讓她感染到 她那種情感情緒 我自己是 都是一個偏向比較感性的人 所以 看這些MV 是有感觸的 看完了 先跟大家說一下感受 其實這首歌是非常簡單 很淺白的 就是告訴你 有人中傷她 然後她很不開心 她有一種收藏自己的感覺 然後 其實 就想帶出你有什麼事 就自己不要在這裡 拿自己一個 很孤獨 那你就要找人 聊聊天 這是我給你的意見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什麼不開心 什麼 你就真的要說出來 要找朋友說出來 找你家人也好 什麼都好 那就不要自己挖自己 最後 追尋夢想的舞台之上 是難免經歷困惑和迷惘的 好像 在 說回移民路上 我的移民路上也是一樣 在移民路上 很多困難 很多憂 很多擔憂 很多疑惑 很多矛盾 其實是很多重的感覺 加上究竟 走不走呢 順便我奉勸 香港的年輕人 現在加拿大有這個救生艇計劃 其實很多朋友 我都知道我移民 有些去英國 有些去加拿大 有些去澳洲 有些去澳洲 有些都有 有些就在矛盾 究竟 我去到 有什麼做呢 如何賺錢呢 究竟我去不去呢 最後就決定 可能留在香港 或者還未起行 只是想 我也明白 但有些事情 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最想要的是 生活 你想要自由 當中 你去到 一個陌生的地方 難免 一定會有很多困難 很多艱難的路 在前面等著你 但是 原來過了 就是一片明天 其實 當中的過程 亦都是你人生 的一個 片段 一個回憶 到時候 想起 很小事 十年前 你可能 在學校 有些魚的東西 對吧 然後被老師發現了 你現在想起 你那時候 可能是 很慘 哭了 你現在想起 哇 大事 根本 不是什麼 其實 等於現在也是一樣 你現在做的事情 可能很辛苦 很艱難 將來想起 其實是一個 美好的回憶 今天就這麼多 喜歡這段影片 按個Like給我 還有 Subscribe這個頻道 我是King 下集再見 拜拜 好